长期以来 消防队伍 作为同老百姓 贴得最近 联系最紧的队伍 有警必出 稳警既动 奋战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2023年1月6日 对于我国消防事业来说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和森林消防局整合 组建成为国家消防救援局 组建设计划时代的意义 组建设计划时代的意义 组建设计划时代就是 组建设计划时代的整个 实际划时代的帮助 公共交易 但他介绍了公共交易 他介绍了公共交易 立马 这件事 下经过 各位 女士 敬伍 国家局的两项 标志着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 开启新纪元 踏上新征程 党和人民 对你们寄予厚望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对照共同 新日元年 解救援队伍 你们准备走都玩 别走都走都 别走都吃 好 政府辛苦了 ek 但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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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之鲁 和美国家统赛 在学习安全帘 国家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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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